你填本了吗 这是激武兵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金20等各型战机的成长经历 都会被他们详细记录在册 形成一本本战经履历 里面具体记录哪些内容 有什么用途 一起走进空军某视讯基地 激武大队 战机的安全密码藏在履历本里 就像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档案 每家战经也有自己的履历本 上面的内容对于部队执行飞行任务至关重要 而管理这些履历本的人就是航空激武兵 作为战经守护者 激武兵们从早到晚扎在外场 他们细致检查的各项数据参数 都是汇总到履历本的关键信息 在每次飞行过后 又会有新的内容添加进去 战经的履历资料室 存放着歼20歼16歼10C等各型战机的履历本 而每家战经都有很多本履历 可以说看到这些履历内容 就等同于看到了一架真实的战机 帮助提前判断战因病整 保障战因安全起落 空军某视讯基地是一支 即战视讯为一体的部队 同时拥有多种机型 这对激武兵快速处理数据信息 准确实时控制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激武大队大队长陈以水说 管理这些文件是一项细致枯燥又很重要的工作 而质量控制环节又是连接激武大队内外厂工作的枢纽 我们还需要把数据录入到智能化保障系统 一旦系统中的健康指数超出允许变化范围 就能提前判断出战因的病症 第一时间把故障隐患消除在地面 数据录入系统必须精准 因为一旦数据录入错误 就可能给其他环节的人员造成误判 影响战机的战绩指标和可靠性 如果根据数据令工作安排不合理 还会造成机主重复性大拆大卸 增加工作量影响飞机完好率 凌晨两点 激武大队还在维修管理室讨论 为一项任务临选参训飞机 各个岗位上的负责人 此时要根据战因履历本中的数据进行综合研判 激武大队治安市主任苏承林说 这样的工作是我们的常态 很多人对激武兵的了解 更多是在检查和维修 但实际上每这样次战机平衡起落 需要我们在后台做大量的数据研判 并通过研判给出任务规划的合理建议 无论外场还是内场 都是我们激武兵的战场 向战因守护者致敬